这视频还没开始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因为留意到关注我的朋友呢 是有挺多人对技术指标很感兴趣 所以呢,这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技术指标的课程 里面精选梳理了九大技术指标 以及模型的实践用法 那么对新朋友来讲呢,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你想学习这个课程 可以扫描右下角这个维码 那么添加我的助教 记得它里就可以了 放心,那么这个是免费的 好,下面呢,我们进入盘面 开始今天早晨前晨时间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组件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8日周一 现在就开始了 时间很快,一下又晃到了11月的末尾了 今年2022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是最后一个月了 不知道大家最开始年初致敬的计划完成怎么样了 那么有没有做好年底的冲刺 今年过年比较早 一月份就过年了,好像是 所以时间所剩无几了 来,OK,我们进入这盘面 应该说今天作为周一的话 这个早上的行情还是相当不错 挺刺激的 这个可能是因为上周两天 这个美盘的连续 这个波动不是很大 把市场给憋坏了 所以周一大早就开始暴动了 大家看,你看 欧元跳空了 对吧 英镑跳空了 然后这个黄金跳空了 然后原油刷下跌 所以今天这个大早上这个行情应该说是相当刺激 来,我们看一下再刺激 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计划来 简单回顾一下上周五的情况 上周五的话呢,我们是欧元给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 是趋值线 接多 那么这根趋值线呢 刚好是下午的时候给到了 大概是下午应该是五点多钟 接近六点 对,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在做直播 看着价格到 接近六点的时候给到 然后一波抽起来 短线非常快 非常快的顺利指引了 这个地方 OK,这是欧元 比较简单 然后英镑 英镑的话呢 我们上周给的是一个结构线 反支撑去接多的这么一个思路 对吧 给到了 抽起来 也是一个短线 当然这个的话来的比较晚 应该是周五的晚间 应该是九点钟 十点钟左右了 应该是 来的比较晚 然后一波 拉起来 也是个短线 然后黄金 黄金的话 我们是给出了能量分割线的一个多 对吧 在这里 加速减速的能量分割线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我在周五的下午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变更 当然从结果上看 注意 从结果上看 貌似是不影响 这个地方基本上也算是给到了 然后往上打了一下 也是个短线 也是个短线 原油 原油就比较有意思了 原油是在今天大早上的时候完成了一个破位 把日线的这个低点的支撑 给打穿了 打掉了 那么待会我们再细说 原油我们上周五席就给的是一个继续做多的一个思路 并且是突破这个结构线 突破这个结构线去开多的这么一个思路 那后面的话其实突破了 但是后面是一直没上去 踩踩踩踩踩 对吧 在短时间之内踩了很多次 怕破位了 在这里 所以总体上来讲 我们上周应该上周五应该是欧元 英镑 黄金的思路呢 基本是兑现 然后呢 原油是错了 好 待会我们再细说 来 现在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话呢 欧元我们怎么做 首先大家注意 今天基本上所有的直盘货币都出现跳空了 包括黄金 对吧 那么这个跳空很重要 大家注意 今天 记住这个词 跳空 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跳空来做这个文章 跳空 好 大家注意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欧元的这个跳空的话 它在这地方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 是吧 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 并且呢 是跌破了这一根趋势线 对不对 OK 来 破了趋势线 又出现了向下的一个跳空 那其实 那其实 今天这个跳空的这个缺口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考虑的一个位置了 今天这个跳空的这个缺口 就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位置 大家看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跳空缺口 回补了以后 这个位置 就将是我们要去进场空单的一个位置了 大注意 跳空回补 回补缺口 这是我们进场空的一个位置 大注意 那么大方向 再跟大家说一下 之前我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上方这个回档的这个高点 对吧 那现在 基本上我们短期之内 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高点了 给到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了 对吧 你看这个上涨已经破位了 对不对 破位 然后跳空 对吧 破位 跳空 然后这个位置 你再去携带的话 那这个就不切实际了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还是保持一个什么 空头 空头思路 翻弹 空 翻弹 空 好吧 这个是欧元 这个是欧元 比较简单 好 英镑 那么英镑的话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个话 英镑的走势 其实一直是比欧元强 对吧 英镑在欧元已经破了那个收敛三角形之后 但是英镑是一直没有破的 一直没有破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英镑的话呢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结构线反支撑是一度撑住了 对吧 然后现在呢 我们画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线 这个地方的区别线 现在起作用了 对吧 你看 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什么 对吧 你先不要管 你画的线 好像距离现在好像很远 给不到 不切实际 对不对 你看 对吧 大家看 英镑这两根线 也是不是我们上周前几天画好了 对吧 虽然说它对我们做短线 没有帮助 对吧 但是我说了 你先画在这里 你先放着 对吧 肯定会有用的 你看 对吧 今天 今天 跳空下来以后 撑住了吧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 一定要多画线 在我的这个早盘里面 我已经强调了无数次了 好吧 你与其 有那个大把的时间 盯着盘面 傻看着 还不如动手多画画线 OK 你不要管它去画的这根线 对了 错了 你不要管 你先画 对不对 那练出来的 OK 都是练出来的 好 看不进去 那么现在对于英镑来讲 这个位置撑住 大家看 对于这个英镑 当前这个位置撑住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不止一个逻辑 它这个地方 你看 它其实还是有两个逻辑 在这 你看 对吧 开始 这个地方 是公正的 是公正的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暂时来讲 尤其是现在 这个早盘的阶段 该跌的 跌完了 对吧 然后 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 继续往下打的 可能性比较小了 它要往下打 那么估计 也得等候盘 也就是它在这个地方 继续 先弱势盘个几个小时 上不去 对吧 正常来讲 我们说 如果趋势线 这个或者结构线有效的话 那么应该是 下来 上去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它接下来几个小时 盘在这里 欧盘 下来了 那说明破倍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意思 所以 其实对于今天的 我们这个英镑来讲的话 它就比欧元 要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了 需要研判 来 这个研判 是个啥意思呢 什么研判法 需要研判 首先我们看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的11点37分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欧盘 我再提醒一下 现在是东令时 欧盘的也就是伦敦市场 开盘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6点30 大概接下来五个小时 大概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当中 这个位置 是一个弱势盘整的一个位置 注意 弱势盘整 你看 这就是需要研判了 对吧 你能不能够判断什么叫弱势盘整 OK 这一点其实我在 我们的这个早盘里面 是经常讲到 那如果说你真的学到东西了 这个对你来讲 就不是问题 那如果说你还不知道 那你还得反思一下 你看我怎么看哪去了 OK 好 弱势盘整 然后一旦下杀 盘整完以后 顺势下杀 那就这一波空就来了 这波空就来了 就这样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研判的一个地方 当然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对吧 如果说 这一根 这个位置 趋势线跟结构线 共振的这个位置 对吧 它上去了 对吧 它上去了 对不对 同样 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上去的可能性 比较低 那么最大的可能 也是会在 欧盘的时候上去 所以呢 反过来讲 如果说 欧盘一旦出现了 明确的一个什么 多头信号 对吧 长阳拉起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这个位置 支撑有效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去多 继续多 注意 同样是欧盘 所以 今天 想要做好 英镑 研判 必须过关 好吧 研判 必须过关 什么叫 弱势盘整 什么叫 多头信号 两个字 研判 OK 那么 我相信呢 大部分的 这个朋友 如果说 一直是跟着 我导盘过来的话呢 应该来讲 很简单 一点都不难 但如果是 这个 可能 近期才看的话 可能不太懂 好吧 那可以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往前倒 往前翻 我找关去看 第二个 直接来找我 好吧 OK 这是英镑 黄金 来 黄金 先说一下 在上周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画的这个 能量分割线大主意 目前是失效了 对吧 这个位置 你失效 挡不住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位置 挡不住的话呢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我私人 我个人的私信来讲 其实我是希望 黄金能够再往下来 再往下走一走 给我个机会去进 当然 这个可能对于 如果说手里 持有多单的朋友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是 因为我说了 对吧 上周三的那天晚间的时候 九点半那会儿 这个位置 压根没进去 根本进不去 对吧 所以我现在是希望 黄金能够再回落一点 给我个机会上车 别飞了 别飞了 好 那么来 黄金的话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 后面我们是 一个看多的思路 好 那么怎么多呢 来 既然我们讲 能量分割线已经破了 对不对 这个位置 能量分割线已经破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找支撑了 对不对 那么下方的支撑在哪呢 来 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我画了一个蓝色的这个方框 那么这个蓝色的方框 就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下方的支撑区域 来 这个我相信 对于大家来讲 应该也都不难 因为讲过非常多次了 对不对 多次 这个叫多空 多次 测试的位置 测试位置 当然你把它叫成 多空转化位置呢 也可以 那么我跟他讲过 他有一个英文术语 叫什么 key point 是吧 对不对 英文术语 多空 多次转换的一个位置 一二三 三次 当然呢 你要往前倒 也可以 对吧 你要是往前倒 它还有第四次 对不对 第四次 但基本上来讲呢 我觉得 再往前倒 没必要 没必要 看到这就够了 一二三 就够了 往前倒 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那这个位置 大家重点关注 这个区间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重点关注 来了 支撑的一个多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多多 那么这也是我目前觉得说 能够 让我觉得说是 就是 我进不到这里 但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至少是我退一步 能接受的 能接受的一个位置 再往上走 那根本没法进 没法进 所以这个位置 大家重点去关注 多 好 来 说一下这个原油 那么原油今天是 可以说是早上的 这个 这个明星品种了 整个今天早上 它波动最大 对吧 来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原油的 一个情况 那么我跟大家说了 对吧 原油呢 我一共是 0.8成的这个仓位 这里是0.2 这里0.2 然后呢 这个地方0.2 然后这个地方0.2 那来跟进一下 这个原油操作 对吧 注意哈 是0.2成仓位 不是0.2手 注意哈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我的这个 在 呃 这个地方 是 到了这 到这 对吧 那么最后的话是这样哈 这一单呢 目前哈 这个原油呢 我是小亏出场了 就是这个最下面的底仓 是平保 我所有的这个多单哈 的这个止损 全部放到了这个最下面底仓的这个进场的位置 所以呢呃 最终哈 打下来的时候呢 平保了哈 就是这个地方小亏丢丢哈 上方亏多一点点哈 也就是说呢 总体呢是亏了0.6成的一个仓位哈 小亏一点点 不多哈 不多哈 大概这样的一个思路哈 啊 然后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 哎 老师这个你为什么不走呢 对不对 是吧 啊 这么长的空间你为什么不走呢 哈 那么 我再跟他说一下哈 我做的呢 是日线的一个超底的一个机会 哈 那如果说哈 呃为了这种迎头小力 哈 就去走的话 对不对 那往上的哈 假如他成功走出来呢 这个空间呢 对不对 那我还怎么转呢 是吧 哈 既然选择做日线的一个超底 就不要在乎这些迎头小力 哈 本身仓位你也不大 对不对 哈 你加满了也就0.8成仓位而已 是不是 哈 你亏 只是小亏 对吧 哈 你转是大转 哈 我记得我这一个操作跟大家讲一下哈 对吧 哈 非常大的一个盈亏比 对不对 你的仓位本身也不是很大 对吧 你一旦起来之后 你顺势加仓 把仓位加起来 你想一下 嗯 赚多少钱 对吧 哈 你亏 亏一点点 对吧 我亏个0.6成仓位 对吧 哈 能不能亏得起 亏得起 哈 对于这种哈 日线抄底赚的就是个盈亏比的机会 哈 你会比的机会 哈 他可能胜率呢 不一定很高 哈 但重在这个盈亏比 哈 大家注意哈 做交易哈 你可以做胜率 你可以做盈亏比哈 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哈 这一单我做就是盈亏比的一个思路哈 OK 大家说一下哈 好 那么呃 这个位置的原油的破位哈 其实呢 呃 咋说呢 啊 我觉得 没有争议了 对吧 啊 这个位置的日线支撑 一破的话 啊 我觉得还有争议吗 应该没有了吧 对吧 一句话 继续往下看咯 对不对 是吧 啊 那我估计啊 这个原油的一个下跌可能得看到这了啊 大概60了啊 6160左右 你看 对吧 到这了啊 所以这个方向啊 空头啊 如果此时还有什么争议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再去听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早盘了哈 来啊 那么今天这个大早上这么跌的话呢 对吧 啊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预计啊 要么欧盘 要么美盘 必有反弹 对不对 啊 原油这个品种 你基本上很少很少很少能看到 欧盘跌 欧盘跌 美盘继续跌的 基本上很少 啊 对的话呢 今天我们的思路 对吧 那就是反弹空了 破位空就别想了哈 反弹空 哪呢 来 第一个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一眼看出来 水平位置 水平支撑 跌破 对吧 反压制 清楚吧 没问题吧 反压制 哦 是吧 反压制 第一个位置 在这里 对吧 啊 OK 啊 好 第二个位置 啊 第二个位置呢 就往下 啊 会更低一点 啊 那么 当然哈 这个位置应该说是今天最好的有空点了 啊 但是啊 不一定给到 那么我们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预备的一个位置 在这儿啊 也就是今天开盘跳空左右的这个位置啊 呃 比刚刚这个反压制呢大概会低一点啊 大概会低一点点啊 那么这个是反压制到这儿啊 当然哈 你不要小看它好像空间距离这么小哈 我给你们拉一下哈 这个区间啊 已经有将近80个点啊 所以啊 这个区间哈 有80个点 给小看这个区间哈 那么呃 今天原油在这两个位置去空啊 那么他们的这个间距比较大哈 所以呢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采取这个信号的方式啊 就不要分批了啊 基本上呢 超过50个点啊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采用这个分批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hold不住啊 所以这个位置采用信号的方式去做啊 信号啊 毕竟对大家来讲啊 稍微反向几个点十几个点就慌的不行啊 所以50个点啊 反50个点要你们命 我觉得要要你们命了 对吧啊 OK啊 信号的方式啊 到这换下信号 换下信号 OK啊 好 那么这个是原油啊 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早盘哈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啊 本周一取得一个开门大吉的一个状态 好吧 为我们本周的一个交易奠定好一个基础 好 OK 以上就是我们所有内容了哈 明天同时我们再会 拜拜